可以了 所以我自己现在其实看不到 我现在这样是可以的吗 好 那这样我看到 好那就这样 谢谢 谢谢大家 还会动吗 那我看从我这里的话 现在是要从你那边控制了 谢谢林牧师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 天鹏们感谢你带领我们 虽然在疫情当中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上课 求主继续来自补引导 带领我们帮助我们 再次把今天我们马拉基书的内容 交在主的手中 求主赐福 也再次求主带领所有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透过我们读马拉基书 我们更明白所有你的心意 老爸奉主的名求 Amen 好大家再等我一下子 我先来把那个 我来把我们今天的上课的连结 丢到网路上 因为我这次回台湾我才知道有人来找我 然后就跟我说 说林牧师一定要 就是你们的教会的网站 还有所有的这些网路的施工 一定要继续的进行 因为他们是在那种高雄台南边界的边乡 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完全要依靠我们的我们教会的网站 因为疫情期间他们就会去不同的地方看 所以他们就就会有人是直接真的是跟我们同步来看我们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要继续我们的网路的我们的网路的事工 这样也是感谢神 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我们的网路的事工有这么多人 他们是就是小先知书直播 好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今天就来讲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 那我们知道这个系列我们是用先知的故事 所以每一个先知我比较想要讲的是这个先知跟那个时代的故事 或者是这个先知本身的故事 或者是这个先知 他所写的先知书这背后的故事 那就算我们进入到经文 我也比较希望引导大家了解 这一段经文或者说 先知这段话 他背后的故事 所以我们整个系列都比较是用故事的路线在进行 所以我们今天进行到了最后一卷马拉基书 其实当我在背课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跟着这样一路走下来 我自己也是再次重读小先知书 那刚好又疫情 就会觉得有蛮多的感触 所以这一集我给他的一个故事的主轴 马拉基我觉得他是见察人心的神 那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主题呢 这个大概都跟你去解经上 你去找到所有网路上 在讲马拉基书 不会有人用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我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主题 因为我就觉得旧约要结束了 马拉基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整个旧约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其实上帝的心在这个时候肯定是非常伤痛的 因为正如他所造的人 在挪亚的时代 当挪亚 挪亚之前 上帝看到 人终日子所思想的竟都是恶 所以神就很伤心 就很难过 所以神就用洪水 就把整个时代毁灭掉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类再重新开始 那人类重新开始之后 神就特别拣选了亚伯拉罕 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 希望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在世界上 做光做盐 那没有想到 整个以色列人非常的不争气 所以眼看着旧约要结束了 以色列国不管是北国或者南国都灭亡了 然后回去重建圣殿吗 好像扶不起的阿斗 盖了个五年 然后就遇到很多人的拦阻 所以又中断了十二年 所以所罗门当年盖圣殿花了七年 但是这次回去重建圣殿呢 已经花了十七年 中间有十二年的停工 所以神就拆派先知哈盖 去提醒他们 那还不错 毕竟贝鲁归回之后的以色列百姓 大概贝鲁的时候有吃了一些苦头 所以有受到一些教训 所以他们就悔改了 而且相当迅速 所以哈盖书应该是十二先知书里面 最开心的一个先知 因为他跟以色列人讲说 你们要重建圣殿 三个礼拜之后 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了 所以哈盖跟后来的撒加利亚 那我们上次讲到了撒加利亚 哈盖鼓励他们重建看得见的圣殿 而撒加利亚要描述的是 为什么要重建圣殿 撒盖描述的是这个殿的荣耀 撒盖描述的是到底什么叫做圣殿 到底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 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 如果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没有圣殿 那就是会变得很空洞 因为他只是进到一个一般的城市 这个城市里面没有圣殿 没有神的同在 所以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路撒冷必须要有一个圣殿 那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当然没有圣殿也无所谓 上帝真的很不在乎 不然的话神就不会允许圣殿被第二圣殿 他们第二次开的圣殿又被毁掉 但是毕竟耶稣君王骑着驴进耶路撒冷 里面要有一个圣殿 那个为什么要有一个圣殿 因为它是象征新天新地 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降临 这个是跟启示录有关系 就是说如果我们基督徒 神要我们相信 有一天世界会有末日 而有一天世界末日的时候 会有一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 由天降临 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觉得上帝不会骗我们 这是真的 那么至少在历史中 弥赛亚降临的时候 骑驴进耶路撒冷 这个预言就必须要应验 对不对 如果这个应许没有应验 我们今天基督徒凭什么相信 将来末日的时候 耶稣基督会再来 会更新这个世界 会有新天新地 我们凭什么相信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相信的根据 所以整个旧约结束的时候 在旧约的历史要结束 而神要拆派弥赛亚 要一次性 永久性 根本性 解决人罪的问题 并且神要透过新的心 新的灵 降临在所有的外邦人的里面 让外邦人当中 神的选民就是你跟我 我们也能够认识神 我们也能够敬拜神 所以那样的一个时代 我们称之为新约 所以当新约要来临的时候 旧约要结束的时候 神就派了大量的先知 密集的预言 弥赛亚要来 然后密集的预言 一些很重要的征兆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征兆 就是耶稣必须骑驴 进耶路撒冷 而耶稣骑驴 进了耶路撒冷 必须有圣殿 因为圣殿象征的 是神与人同在 所以如果启示录里面说 将来的新天新地 神与我们同在 他就是我们的光 我们不再需要日头月亮星星 我们不再需要这个 我们目前的这一个 有形的世界 我们不再需要 我们会直接住在一个 另外一个时间空间 我们抬头不再看到 现在的天空 我们不再住在地球 我们不再住在太阳系 而日头月亮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世界 神就说这个世界 他要把它丢弃掉 所以启示录说 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神要赐给我们的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所以我们在圣城当中 那就是新耶路撒冷 代表新天新地 而新耶路撒冷当中 必须有圣殿 象征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在这样的一系列的 很重要 是基督徒整个信仰的最核心 我们信耶稣就说 所谓的信耶稣上天堂 我们都说信耶稣以后得永生 那那个永生是什么 我们现在信耶稣得永生 那个永生 就是在神的殿中 那个永生 就是我们相信新天新地 我们相信另外一个世界 是我们现在 在我们以前的这些众圣徒 从摩西亚伯拉罕到以利亚 到所有的这些众圣徒 彼得保罗 他们现在都已经 是在等候那一个圣城 如果这是我们所相信的 那么在旧约最后这一段 在结束之前 神所密集派来的先知 他们就必须要 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来上先知书 因为我们在新约 因信称义 所相信的新天新地 所相信的你我 尤其像我们教会 这些长辈年纪都很大了 我们可能 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 再过十年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不在了 这是一个很令人伤心 也是很难想象 也是至少我作为一个牧师 我想我跟林牧师 我们都不愿意去想象 我跟林牧师都希望 我们跟弟兄姊妹 是永永远远在一起 唱诗歌敬拜 查考神的话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 直到永远的 但是我们面对一个现实 我们知道 不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包括我跟林牧师 我们两个年纪也不小了 包括我跟林牧师 我们也是 我们都要走这个 世人必走的路 然后我们去了哪里 所以我们要相信 我们去的那个世界的时候 如果你现在 专心地读先知书 你读十二卷先知书 不止一位先知 而是许许多多的先知 都一直在强调 他们跟两千年前的 以色列人讲 说末后神的大计划 神要带来复兴 对不对 每一个先知骂人完以后 后面神都说 好骂完了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 我没有放弃你们 你会有一个复兴 我会召聚你们 一定会有一个复兴 所以那个复兴指的就是 一方面指的是新约 但是更要紧的 指的是将来的心田心地 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大家需要很坚定的 相信的一个系统里面呢 我们今天就来到了 旧约的最后一站 所以你就知道 我为什么开头要讲这么多 因为实在是蛮感慨的 因为历史走到了旧约 旧约要结束了 马拉基之后没有先知了 从此以后 旧约的先知 就从人类历史当中 就绝迹了 然后两约中间四百年 神就沉默了 马拉基是最后一个先知 然后四百年以后 也只出现一个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作为新约的 第一个先知 也作为耶稣的开路先锋 也作为要把整个时代 拉进先知祭司君王 三合一的系统里面 耶稣是先知祭司君王 今天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也是先知祭司君王 当我们说基督徒就是小基督 基督就是君王 所以基督徒就是小基督 我们是君王 保罗说我愿你们都做先知 讲道 先知就是把上帝的话 讲给世人听 就是把上帝的话 讲给不认识的人听 那我们就是 今天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也都是先知 我们也是君王 我们也是什么 祭司 因为信徒皆祭司 我们是完完全全 我们足以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弟兄姐妹 你是可以为别人施洗的 只要你很清楚真理 不要觉得只有牧师才可以给人家施洗 你没有资格施洗 不是这样的 如果今天你到医院去看一个弟兄姊妹 然后你发现 可能这个弟兄姊妹的时间有限 可能身边没有牧师 这个时候你不要怀疑 弟兄姐妹 你们就勇敢的 就奉父子圣灵的名 就为他施洗 或者你到了偏乡 或者你现在在路上 你今天像一个人传福音 如果你今天认为这个人 他已经是真的很清楚真理 他也完全是愿意相信耶稣基督 做他的救主 你完完全全是可以为他施洗的 那为什么现在要用我们牧师来施洗 就是担心有一些弟兄姊妹 真理不清楚 随随便便为人的施洗 所以现在由牧师来施洗 只有一个原因 我们不希望随便 只是这个原因 不是只有牧师才可以施洗 是因为牧师是我们被训练确认过 我们很清楚知道所有的真理 所以呢 我们就有这个权柄为人施洗 如果你也知道真理 你同样可以为人施洗 你不要说我没有被按摩啊 不是那个问题 没有人规定 只有牧师才可以为人家施洗 因为我们都是先知 祭司 君王 所以牧师跟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身份地位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的呼召不一样 神呼召弟兄姊妹 去做工作 去做生意 去做老师 或者做任何的职业 做商人 做农人 那神呼召我们牧者 是全时间做传福音 靠福音养生 这是唯一的差别 在神眼中看 我们就是互为肢体 所以在新约进入到一个 这样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 就好像是我们很快的 现在已经2020年底了 很快的 这个5G的手机 已经慢慢的都在市面上 开始贩售了 很快的 弟兄姊妹 你下一只手机 就会进入到5G的手机了 那么等到你的手机用了5G 我们所有的基地台 也都升级为5G之后 你就会发现速度非常的快 现在你的手机可以买5G 但是因为 你的那个里面的那个信卡 还是4G的 所以你不觉得速度变快 要等到T-Mobile Varion AT&T 要等到所有的这些通讯商 他们在各地的基地台 设备都更新了 速度那个缆线都加大了 都成为5G了 那那个时候你会被通知 你的电信公司会通知你 说请你换一张新的信卡 而那张信卡是5G 而那个5G的信卡 如果你的手机只是4G 你的信卡5G放进去 那还是不行 必须要 你的手机是5G的 你的信卡 那张电信的信卡 也是5G的 放进去 哇 那不得了 你的速度就比现在 尤其是你当你上网的时候 你看影片的时候 那个速度就飞快 跟现在比起来 完全不能比 因为5G是4G的100倍 所以我用这个比喻 就是要来讲 新约就好像是5G 旧约就好像是1G 2G 3G 4G 不能比的 完全不能够比的 不过历史是渐进的 我们也不是一下来 就直接到最好 我们还在进步 将来5G之后有6G 7G 然后后面未来 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时代 但是无论如何 在旧约结束之前 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心 上帝当然知道 人类未来整个的发展 但是这并不影响 上帝在此时此刻的心情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需要知道的一个观念 也就是说 虽然耶稣是到拉撒路 等一下要复活 但耶稣还是哭了 为什么 你不能因为说 神知道一切 那神就不哭不笑了 对不对 因为你说反正我的神知道一切 所以上帝你干嘛哭 你干嘛难过 反正你知道最后会有人得救赎 那你也可以说上帝你干嘛 为什么上帝就觉得喜乐呢 反正等一下你就要哭了 这个逻辑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认为说 上帝因为知道历史 所以上帝就不活在现在 那上帝就变成冷漠的上帝了 上帝变成是该哭的时候不哭 该笑的时候不笑 因为他已经知道 反正你现在笑也没什么好笑 你明天还是要哭 你现在哭也不用哭 你后天还是要笑 那这样子的话 人活着没有意义了 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 神不要我们去知道未来的事 因为我们只是人 我们如果知道了未来的事的话 我们的精神会错乱 对不对 如果我知道我跟师母结了婚 会有很多的吵架 那我早知道我当时我就不要娶她 我就不要结婚 那这样的话人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呢 那你干脆说 我知道我反正很清楚知道 我早晚有一天我是会死的 那我干嘛活 我干脆现在就死掉好了 我们的逻辑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我们是活不下去的 我们的人生是会崩溃的 所以上帝他虽然他掌管历史 可是呢上帝跟着历史一路走的时候 他在历史走到哪里的时候 神的心就是在当下 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不能因为神知道历史 耶稣知道他会复活 所以耶稣在科西马利言都在演的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逻辑去看事情的话 那人生就是一场空虚了 不能因为说耶稣是神 他什么都知道 所以耶稣的感情都是假的 不是这样的 耶稣虽然知道未来 但并不代表他现在感情是假的 他有能力在知道未来的情况下 他只活在当下 他真实的活在那一秒 在那个moment 神是在那里 所以基督都不要这样解释说 哎呀神知道万事了 我们基督都不要难过了 反正将来在新天性都要复活了 那是以后的事啊 我们现在还是要难过 对不对 要活在当下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观念 所以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当神要对马拉西讲话的时候 神很多的情绪都是非常真实的 你不能说上帝什么都知道 现在生什么气 这个事大家一定要把它理清 所以马拉西呢 作为旧约最后一个先知 作为以色列人重建回来 从贝鲁之地回来 七十多年 以色列国家灭亡七十年 七十年时候满足了 神透过耶利米让他们知道 说上帝说我给你们的时间是七十年 所以七十年后他们就被鲁归回 被鲁归为盖圣殿盖了十几年 神派了哈盖 派了撒加利亚来奋行他们 但是呢往后 又过了差不多四五十年 那么这段时间呢 又没有先知了 一直到马拉西 马拉西呢他是跟谁 他是跟尼西米 他是跟以色拉 是同一个时代做先知 同一个时代来服事 不是做先知 因为以色拉是文士 那么尼西米是省长 尼西米是花了五十二天 就回来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 非常有效率 毕竟当高官的行政能力很强 尤其在波士帝国 他的行政能力非常强 所以这个先知 马拉西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他是来鼓励他们 勉励他们 然后最后配合着尼西米 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围墙 然后带来了一个 最后的一个复兴 然后接下来呢 就两约中间沉没了四百年 就迎接弥赛亚的降临 这个就是整个马拉西书的背景 那为什么是检查人心的上帝呢 因为整个马拉西书呢 其实就是用六段的问答 有问有答 有问有答 或者甚至于你说是辩论 是上帝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所以我用检查人心来讲马拉西书 我觉得马拉西书是先知在讲说 你们在想什么 上帝都知道 神是检查人内心的上帝 所以上帝呢 透过马拉西跟当时的百姓 展开了一段内心的对话 展开了一段心灵之间的谈话 那么这一段谈话也就回答了 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 很多基督徒的想法 等我们现在进入到这六段之后 你就会发现 旧约的结束面对的问题 跟新约的结束面对的问题 是非常类似的 旧约要结束的时候 那个时代那个世界的混乱 跟我们现在 我们一直说 主来的日子近了 1948以色列复国了 全球现在各种局势都是 脚步都在加快加快加快 天气全球暖化在加快 然后这个整个地球 所有的这些问题 所谓的极端的气候 包括这个病毒 所有的事情都让我们意识到 这个世界崩解的速度 是在加快 所以我们现在呢 非常像旧约要结束的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要来读小先知书 因为我们现在2020年 跟以色列国最后那一段 国家要灭亡的时候 我们这两段的历史 其实可以放在一起去对照的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你会发现 等一下我们开始读 上帝借着马拉基 跟当时百姓的对话 有六段 你会发现我们在想什么 上帝都知道 都知道 并且你会发现非常巧合的是 上帝在那六段辩论当中的主题 几乎每一段都可以用在今天 所以马拉基书的那六段的辩论 如果用在今天2020年 如果马拉基再一次回到这个世界上 他完完全全可以讲一模一样的一篇话 完完全全可以把上帝当年对他讲的话 在2020年再讲一遍 非常match 没有任何任何的这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没有的 你会感觉这好像就是专门对我们讲的一样 这就是马拉基书 所以马拉基书在介绍的 是一位见察人心的上帝 所以这不是马拉基书的主题 可是这是我们从马拉基书看到的上帝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先知的古事 好 一共只有四章 马拉基书很短 而且他写的文体并不难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读 绝对读得懂 那么马拉基书 这个马拉基的名字叫做神的使者 也很巧合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每一个先知的名字 跟他所要讲的内容 真的都很搭 这实在是上帝很奇妙 上帝拣选的先知 就让他们讲的主题 就好像是让他们仁如其名一样 所以我们因为比较没有感觉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语言 就马拉基 你用中文来看 马拉基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可如果你是用犹太人 他们的希伯来问的话 他们只要一读到这个名字 就是神的使者 他们就知道这个先知 当他讲到这个先知的名字的时候 他们对照这个先知讲的话 就觉得 难过你叫这个名字 你讲这个话 甚至我们问他说 你是不是改过名字 你是因为要讲这边道 去改名字的吗 怎么那么match 是这种感觉 好 就约最后一位先知 距离以色列回归已经七十多年了 当年哈盖时期 刚刚归回 说好兴奋 好像一个初信的基督徒 刚刚信主好热心 刚刚信主什么都愿意摆上 觉得这个信仰值得我追求一生 这就是以色列人 刚刚从被掳之地 国家灭亡了七十年 再回来之后 那种心中的兴奋 可是这种热情 没办法维持很久 所以慢慢慢慢的又冷淡了 热情消退 那么神就再派马拉基 同时也就派文士以斯拉 另外还有神长耶利米 跟他们一起来 那那个时候呢 返回故乡的犹太人 他们当时正在挣扎 他们是很痛苦的 因为他们已经是 也回不去了 你如果不回来 住在那边的人也蛮好的 住在那边他们可能觉得说 还好我没回去 你们回去的好像过得蛮辛苦的 那回来的人就觉得 哇我们当年带着满腔的热血 要服侍神回来的 怎么好像 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不怎么样 信仰面临蛮大的考验 他们那时候挣扎 所以神就派以斯拉跟尼西米 回去帮助他们 那么那帮助他们那段时间 因为尼西米是神长 对不对 所以尼西米的行政能力很强 所以他就带领百姓 重建了围墙 那么也改善百姓的经济生活 所以大家慢慢慢慢都已经比较好了 但是呢 问题也就来了 他们就开始又有腐败了 所以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呢 百姓的属灵光景又开始一落千丈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 那他们回国以后呢 他们可能是因为缺乏一个属灵的人 所以有人认为 这个马拉基呢 很有可能是尼西米 因为尼西米是两次回来 尼西米第一次回来重建之后呢 他觉得差不多了 他就回去了 尼西米又回到波斯去 所以有人猜测 马拉基书呢 很有可能 是尼西米不在的时候 百姓的光景 因为如果尼西米在的时候 百姓的状况 理论上应该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是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 可能马拉基当时应该是尼西米在 在反国期间 所以有一个所谓的空窗期 这段时间呢 比较比较混乱一点 那后来呢 经过了这段比较混乱的时机 尼西米后来又回到耶路撒冷 他又做一些整顿 这个是在尼西米记十三章 所以我就说我们上完了 今天是小鲜之书最后一卷 可能后面我们是没办法 我们一定要一系列把 以斯拉尼西米 甚至于以斯铁 我们要一次把它上完 所以大家 我们可能中间休息一两个礼拜 让大家喘口气 然后我们还是要继续的 好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稍微讲一下 当时的背景 当时的背景主要是波斯 因为最早是亚述 亚述把北国灭掉 亚述把北国灭掉之后呢 过了一百多年呢 巴比伦兴起 那亚述呢 是在一夜之间 就是在西拿西利王 攻打这个西西加王的时候 先知以赛亚告诉他 告诉西西加王说 你不用害怕 神与你同在 然后圣经就记载 神就派使者去击杀 那个骄傲的 那个亚述王西拿基里 所以一夜之间呢 死了十八万五千人 从此以后 亚述一蹶不振 因为他的精英 能打的 在那场战役当中呢 全部死掉了 那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 这个王回去以后呢 把他的儿子叫出来 他的儿子是要继位的 是要接他的王位的 他就把儿子叫出来 这个儿子以为是爸爸打输了 大概想提早退休 直接要把王位交给他 没有想到爸爸把他叫出来 是来人啊 把儿子绑起来 说儿子不好意思 我要用你来献祭 我要用你来向我们的神 要来赎罪 因为我打输了 我打输了 我不知道哪里得罪神 我必须有所表示 所以他竟然就杀了 那个要继位的儿子 把他献给他们的神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 那种邪教 那种不知道很可怕 人怎么会去相信那种神 相当野蛮 相当暴力 也相当血腥 这是这样 有这样一段历史 那么亚述不行之后 就是巴比伦 但巴比伦的历史 其实不长 巴比伦呢 后来也就被 这个波斯灭掉 那这一段呢 在先知哈巴谷里面 也特别提到了 那么耶利米也都提到了 这两个先知都预言了 巴比伦 加勒底 巴比伦就是加勒底的人 都预言了加勒底的败亡 那么很巧合的是 巴比伦也是在一夜之间灭亡的 也是在一夜之间 被这个波斯 他带了几个联军 联合就把巴比伦就灭掉了 所以从此以后呢 就进入到波斯的帝国 圆越弯刀 带着头巾 波斯国 很会打仗的 波斯国的王朝 所以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呢 其实波斯跟后来的 从巴比伦开始 他们那个时候 他们对于打仗的 很多的逻辑就改变了 以前是 进了一个城之后 就把人杀光光 那么后来 觉得这样做 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我去了以后 我掳掠他们的财物 然后这些人 我可以抓来当劳工啊 对不对 像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啊 后来人思维慢慢的改变 慢慢的越来越文明了 就觉得说 我把他的儿女拿来做劳工 那他长大以后又反抗我 所以到了巴比伦的时候 他的思维改变了 巴比伦的做法就是说 那这样的话 我栽培你们的年轻人啊 你们的年轻人帮我管我的王国啊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这个就比较进步的思想 所以巴比伦那时候 把但伊里掳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但伊里书 他们就是吃跟王一样的善 跟就是整个生活是过得很好的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文化呢 就从巴比伦那延续到波斯 所以波斯呢 他们当时呢 就善待 善待那些 他们被他们征服的国家 所以那个时候呢 波斯他们就 就让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圣殿 那后来 到了那是古列王元年 后来到了第二个王的时候呢 就被外族拦阻 所以呢第二个王就删减预算 就不再支持这个做法 但是呢 到后面的 这个再后面的王呢 就是亚哈水鲁王 就是那个时候 尼西米的时候 他又支持了 让尼西米回去 所以我们从这一系列 这样看起来的话 波斯国当时对待 他们所掳掠的国 那些国他们就把它 变成他们的省 所以他们就派省长 国家灭亡了 地位降低 变成一个省 那么省的领袖 就不是亡 是省长 所以波斯 从巴比伦到波斯 都是一直到罗马 到后来的罗马 他们都是派省长 那罗马的话 是派来一个 分封的王西律 那个制度又不一样了 因为省长 还是你们犹太人 而是省长上面 有一个王 不是皇帝 皇帝是罗马的皇帝 叫做凯撒 凯撒大帝 凯撒底下就分封很多王 西律就属于 被封的一个王 派来管犹太人 所以这就是这段历史 有一些政治上的变革 体制上的变革 好 那我们现在就回头来讲波斯 到今天考古学 那么大家还是可以去看 波斯国的当时的遗迹 是在哪里呢 是在伊朗 所以伊朗就是当年波斯的后代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出旅行团的话 可以去伊朗 你就可以看到当时波斯国 很多的遗迹都还在 那我先跟大家介绍 波斯当年的首都 叫做波斯波利斯 这个是当时的首都 目前呢 还有遗迹 所以你大家看BBT里面 有一个图有没有 那个叫做万国门 就是说 他们当时波斯国很强大 所以他们有一个门 就是说这个门是 被我征服的万国万民 都要从这个门进来朝见我 所以波斯王 是很骄傲的 波斯王他自己称 他是万王之王 非常骄傲的 然后他们就盖了这个当时的城墙 所以一直到现在 这些遗迹都还在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 你有机会出国去玩的话 如果你是去伊朗玩的话 记得先研究一下圣经背景 再去看 会很有意思 伊朗 他目前在伊朗的东北五十一公里 叫做扇兴山 Mountain of mercy 在那个山的底下 是他们当时的历史的遗迹 就当年波斯国就在今天伊朗的那块地 建立他们的王朝 那这个名字在波斯文的含义呢 就是叫做波斯人的城市 所以是他们的骄傲 是代表他们 是他们文化的一个精华 顶端 那么就有点像美国的纽约 那么像日本的东京 台湾的台北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位 那在后来这座城 这个波斯国的首都呢 就被后来的罗马帝国把它毁灭掉了 罗马帝国把它毁灭掉 那在1979年的这一片 就我们刚刚讲到的波斯波利斯 被联合国列为文化遗产 那这座城市当时是波斯帝国强盛的时候 这些外宾来朝贡 就是都要进到这个地方 都要过这个门 然后呢还有他们当时 你现在去的话 可以看到一个叫做百柱宫殿 这非常辉煌 当时为了要炫耀 炫耀他们的这个波斯国的荣耀 他们就盖了一个殿堂 是一百根柱子 每一个柱子都是十五米 是非常高的 然后就一百根 叫做百柱宫殿 一百根柱子 每一个柱子都是金碧辉煌 古代人就是这样 其实现代人也是这样 如果要炫耀或者象征我的实力很坚强 很喜欢用的就是建筑 所以就盖了一些很宏伟的建筑 来象征 从最早的人类的巴别塔 从那时候开始 一路这样子下来 一直到今天我们就盖101 我们就盖双子星 我们就盖世界最高的 大家就争先恐后的 都要来盖一座宏伟的建筑物 那么这些建筑物将来都会成为历史的遗迹 像黄鹤楼 我们以前读古诗词的时候读过 这些遗迹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 人类的故事 好那么我们底下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我们就准备进入到先知书的内容了 我们就要进入到有六段的辩论 那么记得哦 这六段的辩论呢 不要觉得那是以前的事 大家记得 旧约的结束 跟我们现在新约的结束 是非常接近的 好我们现在时间刚好我们就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十分钟 所以我们十一点五分 我们再回来 我们就来看完先知书的六段内容 好谢谢大家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薛琳姐什么样你都好吗 很好啊 谢谢 那你最近有打球吗 秀琳姐 礼拜天下午去打了 哎呦不错 对啊就陪我儿子去打球 啊你儿子跟你去哦 对啊 啊真好真好 嗯 那 那你住在这里帮人家剪脱法吗 都没有 哈哈 没有客户 哈哈 嗯 嗯